体育首发创作挑战赛 不该责怪莫雷 球迷一针见血指出 哈登转会加盟快船的原因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的指出 快船这么多年养了两个半残废 需要拼一把 两个顶心不打球 每年进季后赛都是问题 今年把联盟最能带队打常规赛的哈登找过来 给分散压力 希望能让两个大佬扛到季后赛 如果这都还不行 就直接拆队重建 都是到期合同 希望快船全员健康打完整个赛季 然后夺冠 寄托着哈登乔治和威少的总冠军梦想 三位一直希望他们生涯拿个冠军的赛医队 所以一次就好 一起实现夺冠 七六人这个成全的好 不然哈登太委屈了 上不让上 打不让打 让哈登场边观战 实在是无聊 健康的小卡和乔治 配上哈登和威少 这火力直拉满了 还有阿祖和塔克 这阵容真的很梦幻 快船缺的是内线 别说绝筋的五花肉 连绝世的马塔都防守不了 快船还有后续交易的 自由市场千人 首发 威少 乔治 莱恩纳德 哈登和塔克 五六分钟后 下威少 莱恩纳德和塔克 上海 里面拿掉威少 换曼恩 位置 哈登一号位 乔治二号位 三号位 四号位 莱恩纳德和曼恩 随意互换 五号位还是塔克 现在这联盟说 前五有啥用 只要能进附加赛 就有可能打得西决 去年 无人已经正赢了 第六的勇士 也把第三的国王干翻了 所以这个排名 就一个身份 打季后赛的资格而已 真正到了季后赛 那些排名都没用 稍微懂点球的铁子 都应该清楚 未来三年 在没有大伤病的情况下 西部冠军就只能是绝金 因为阵容配置太完美了 朱莉基本上都是当打之年我 替补和新秀给力 和新约老师处在黄金年龄 打法无解 其他对问题一大堆 虽说基本这群人除了威少外 基本都还算是在巅峰时期 但要球的人也太多了 怎么搭配够头疼的 竞争力肯定有 但争冠不看好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